在微信中搜索7th block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 最新测评 最潮资讯 时尚百科 每天推送 还有更多精彩福利等着你哦 这是深圳万象天地AJ旗舰店 开业第一天 几百人冒雨排队摇号抢限量球鞋 今年3月一款名为AJ6樱花粉的球鞋发售 则采用线上摇号 有30万人参与了这双鞋的摇号 除了球鞋爱好者 更多的是鞋贩在参与 由于基数庞大 中签的概率小 市面上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抢鞋神器APP 只要有限量发行 就会有抢鞋外挂机器人 这就使得你原价买鞋难上加难 为什么你总是陪跑 抢鞋机器人如何抢走原本属于你的鞋 抢鞋APP是一种限量球鞋购买的辅助工具软件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抢鞋外挂机器人 普通的抢鞋软件 几美金到几十美金都有 但操作比较麻烦 高级的机器人通常200到500美金不等 目前最知名的抽签软件是Sneakers 它的常见抽签方式有几种 Flow 传统的机器人对于最为常见的Flow发售方式作用非常大 机器人运行的整个过程只要几毫秒 比真人速度快1000倍 互联网的通讯速度基本在不到0.1秒 你的手指一直点击 上下摆动的时间需要超过0.1秒 机器人的反应几乎不需要时间 在离上架前的一秒内 机器人已经在这短短时间内完成了抢购 也就是说在你看到上架的时候 已经没有任何库存了 更疯狂的是 有的软件还提供插队技术 即便你手速再快 抵不过插队的命运 本属于你的球鞋只能拱手相让 但是传统机器人并不适合Leo以及Dan的发售方式 因为它能否中签的关键不是时间 而是数量 巨统机制两种模式在两分钟之内参与的用户 会有70%的几率被选中 而超过两分钟参与的用户仅剩30%的几率 于是新的机器人程序出现了 你只需要输入相应的函数 在发售前两分钟 机器人会自动添加很多虚拟账号来排队 可同时输入100个账号 无视手机号限制 快速频繁切换账号并且重复登记 原理很简单 假如你有个邮箱 abc at gmail.com 那机器人可创建多个以ABC开头的邮箱 比如abc0 at gmail.com abce at gmail.com 对网站来说 这些邮箱都是独立的 然而对机器人来说 每个ABC母邮箱都可以收到 发送至子邮箱的邮件 abc0 abce 这样省去了注册邮箱的麻烦 可以快速创建数百个账户 然而抽签都是一个账户在抽 你的中签概率随之变大 当首轮抽签结束后 有些账号会出现付款超时 取消订单后库存也会随机增加 这样形式的捕获也逃不过机器人的魔掌 对于sneakerpass突袭发售方式 机器人会监控官方新品上架 第一时间弹出购买页面通知你 针对指定的网址做库存监控 为你提供准确的信息 如何让抢鞋软件的中签率更高 首先准备好硬件 手机电脑网络 电脑和手机的反应速度决定了你在抢鞋的途中 是否能够抢占先机 网络的快慢和稳定决定你能否突破重围 在服务器瘫痪之前拿下这场手速较量 要注意的是对于随机抽签来说 速度优势并不重要 硬件的数量才是决胜的关键 参与抽奖的硬件越多 中奖的几率越大 然后你需要预先填好资料 提前写完资料能节省大量时间 在别人开始准备打字的时候 你已经完成了信息的填写 最后的步骤就是看着页面上的预售 变成售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